我是覺得這三年半的時間是我服侍的女啦 覺得好像人生中比較穩定的時候 因為過去的服侍常常是東奔西跑或者是搬家 過去好像每年都在搬家 但是我覺得這三年半好像就可以安定在一個地方 好像一棵樹可以栽種在一個地方 那這個對我來說是剛開始是覺得非常的不容易 因為好像待了一年就覺得 可能腳又開始癢要跑掉的感覺 第二年也是這樣 第三年我就覺得好像那個心比較定下來 覺得好像應該要在這裡待久一點的時間的感覺 那還有就是很多弟兄姐妹 我很謝謝你們 就是我看到你們的生命 還有你們為教會的付出 我會覺得真的可以跟你們在一起 在這個教會裡面一起的侍奉 一起的生活 一起的 歡笑 一起的哭泣 我覺得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很真實生命的交流 就是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家 我第一次來席安堂的時候是在四樓 就是我第一次 我覺得那時候我裡面非常非常的枯干干 那時候是我第二年開始服侍神的時候 我來到教會 有人介紹我來到教會 那時候大姐不在 然後我記得我是來參加一個禮拜二的禱告會 然後那個時候七點半開始 我覺得我大概七點十分我就來的時候 那時候在四樓 我非常非常的安心 可是我一踏進四樓的這個門的時候 我其實好像很久沒有聽到神對我講話 可是那一天神就在我的裡面對我說 這就是你的家 就是這句話 就讓我 不管怎麼樣 我在外面去很多地方 我就回台台灣 我就是回來這裡 因為神跟我說這是我的家 那我也不曉得弟兄姐妹 這裡對你來說是什麼 那我們很渴望我們在這裡可以 這裡成為你的家 不管你在職場你在家庭 或是在你人生的什麼各樣的環境裡面 可是知道這裡有一個家 這裡有上帝的愛 我們弟兄姐妹 我覺得我們越越在一起知道我們都不完全 可是神把我們擺在這裡 我們成為一家人 我們可以彼此的幫助彼此的鼓勵 所以我看到你們 今天我看到你們的時候 我就覺得特別的感謝 謝謝你們陪伴我 陪伴我走這三年多的路 覺得特別的感動 對 然後也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 就是我 就是我 抽一抽 謝謝 有關係 就是我很快要去住院了 對 我過兩天就會去住院 然後我一直在開導 就是我 生命中第四次開導 那我裡面其實非常的害怕 嗯 因為每一次 嗯 去住院去開導 這個過程 到現在我的爸媽不知道我要去開導 因為我很害怕他們擔心 所以 所以我很希望你們為我禱告 因為我覺得就是 嗯 就是說 知道是什麼病 或是之後是什麼病 都不重要 可是就是那個過程 是讓我覺得非常非常不舒服的 而且 嗯 我覺得就是神透過這幾次開導的過程當中 讓我看見 我是一個非常軟弱的人 那可能因為我姐妹看我 不是一個軟弱的人 可是 我覺得神就是透過這過程 讓我認識到我自己的軟弱 不管是身體的軟弱 還有我 心裡面的脆弱 的部分 我不是那麼的剛強 但是 就是因為我不是剛強 所以 我知道我特別的需要上帝的恩典 需要神的愛 對 我需要上帝的幫助 我需要依靠祂 嗯 嗯 所以 在這個過程裡面 嗯 我覺得就是說 神對我來說是一位真實的神 那 我也希望可以繼續的來依靠祂 跟隨祂還有服侍祂 對 那 謝謝弟兄姐妹 你們 就是 對我的關心 嗯 我 嗯 我沒有辦法跟你們講 我的病 到底是怎麼回事 因為我覺得很難開口 而且 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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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得清楚 但是 如果邱神 嗯 可以幫助我可以走過這一段路 那我 從 下禮拜開始 我就可以請病假 我希望到過年以後我可以回來 希望我這段時間可以恢復 因為 這是一個比較大的手術 嗯 那 但是我會覺得真的有你們很好 我今天站在這裡看到大家的時候 我覺得 哇 我這麼多的家人 真的很不一樣 真的很不一樣 跟我在 主日在台上講到那種感覺很不一樣 因為你們是我的家 但我最近很多時候都沒有照顧你們 我也覺得我自己沒有這個能力 可是 可是 可是我們是在 是被綁在一起的 所以我覺得裡面很特別的感動 對 謝謝你們 在這裡 繼續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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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的晚上 或是什麼都沒有做 就是 君仙佳音他們 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了 所以我就說 我是一個 很不會做事情的什麼家長 我也覺得我沒有這個 這個能力 但是我就把責任都丟給你們 但是 但是我覺得 看到大家都可以這麼的 同心 尾聲 我就覺得為你們感謝神 我想到你們 我就覺得裡面特別的感恩 對 想到大家的生命都一起 我們可以來經歷神 見證神 我覺得這是 我覺得裡面 非常非常感謝的 對 對 我們 對 在這裡很多比我年長 可是 我就發現你們的生命謙卑 而且服侍 就覺得 很多的榜樣在我們當中 對 很多的鼓勵 對 也是我學習的對象 對 所以感謝主 那 我就 我就 胡言亂語 三言兩語就講到這裡 對 但是 剛才聽到大家見證我裡面 特別的感恩 還有很多沒有講出來的 那我就想說 像剛剛佳穎講的 我們 可以來向神獻上感謝 還有就是可以在同桌裡面 分享 然後可以自由 好不好 對 可能你不好意思站在台上 可是我想我們都有很多話 我們可以 分享 難得說 原來你是我們這一家的人 今天終於認出對方來了 所以 希望以後也可以再有這樣的機會 對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胡言加油